冬天就养四种花 开花鲜艳又招财 越养越顺心 有些花友觉得冬天不适合养花 寒冷的天气不利于花卉的生长开花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有一些花卉非常适合在冬天养殖 它们的花期正好处于暑久寒天 可以给单调的冬季增添一份鲜艳的色彩 还能给节日带来一份喜庆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冬天必养的四种花 它们开花鲜艳又招财 越养越顺心 看看你家里有没有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一、君子兰 君子兰是一种叶花两观的植物 它的叶片宽大油亮 坚挺有力 时刻散发出浓浓的生机活力 开出的花朵鲜艳多姿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君子兰的圣花期正好处于冬季 这是深寿花友们喜爱的一个亮点 它本身也属于吉利花卉 具有吉祥富贵的美好花语 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养殖 想要君子兰在冬天开花并不是很容易 需要做好相应的养护管理 最起码要把温度控制在10度以上 可以放在室内温暖的位置养护 这样才能避免冻伤叶片 2.长寿花 长寿花也是冬天必养的花卉之一 它的花期处于冬春两季 花朵娇小可爱 一颗长寿花可以开出上百朵花 如同一个爆花机器 实在是太漂亮了 长寿花本身具有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 家里养一盆长寿花 越养越顺心 3.蝴蝶兰 我个人特别喜欢蝴蝶兰 它能够散发出雍容华丽 高贵典雅的气质 花朵给人一种飘逸灵动的视觉感受 花形很别致 看起来犹如翩翩起舞的蝴蝶 而花色丰富又艳丽 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红色花朵 喜庆又大气 过年这段时间养蝴蝶兰的人特别多 市场上很多卖祖盆大花蝴蝶兰的商家 这些组盆大花蝴蝶兰的价格偏贵一些 基本上在三四百左右 花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4.发财树 大多数花友都会在家里养上一盆发财树 不仅仅因为发财树的观赏价值高 还主要因为发财树的寓意很好 具有发财富贵的美好花语 能够提高整个家庭的运势 增添财气 发财树的叶片比较宽大 四季长绿 养在家里面可以起到点缀家居的效果 很漂亮 不要觉得发财树对水分的需求稍微高一点 就盲目地进行浇水 若是每次浇湿大量的水分 甚至让土壤出现积水的情况 就容易阻碍根部的呼吸 导致根系发生腐烂 只要适量补水 不让土壤过度干燥就可以了 以上四种花卉 非常适合在冬天养殖 它们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养护起来也特别容易 稍微用点心 就能让它们长出一副好状态 你家里都养有哪些花卉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